读粉丝私信时间 上次读粉丝私信还是在上次 因为有很多粉丝想让出第二期 那么 他来了 来看第一条评论 汉堡退油了吗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汉堡不是在更新视频吗 算了 帮你们问问吧 汉堡汉堡 你退油了吗 没有啊 听到没 没有 不要听风就是雨的 来来来 我们看看下一条私信 小王子玩木头人好菜呀 你是谁呀 不是哥们 你精神奋力呀 前面知道我叫小王子 后面又问我我是谁 好 我现在告诉你我是谁 我这是美食尊最帅的 我叫辣条 那我是谁 你是小王子 好了 来看看下一条私信吧 小王子 你到底和果冻咋丑的 我想想啊 我记得它是一个夏天 和往常一样去上课 在上课的路上 一眼就看到了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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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下去了 下一条下一条 小王子 你建的房子的家居怎么弄的 我不会弄 这个小粉丝 是让我教他做房子吗 其实视频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学做房子其实很简单 我们做房子 可以找个参考 作片也好 有很多有步骤的视频 可以跟着做 做久了就会了 很简单 小王子 你和果冻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想想啊 那是一个夏天 和往常一样 小王子 你和三毛现在算是相爱相杀吗 括号 超级喜欢你的 冲你这个括号 我肯定得回复你 当然 不是啦 怎么可能呢 小王子 你能喝奶茶说 每天多给汉堡 做些黑暗料理吗 我想让汉堡吃兔 不是 你小子 你小子 害我吃吧 你看 不是我不同意哈 是汉堡不同意 小王子 你能制造一个核弹吗 嗯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什么都能做 哼 核弹 我也想啊 我要是能做核弹 我立马去给国家做贡献去 做不了 做不了 下一个 小王子 我是你的真爱粉 真想和你都聊聊天 给主播聊天 是我最幸福的事 关注一下我 我们一起聊天吧 它显示是我的甜粉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关注你吧 因为我平时很忙 所以很少时间看私信 偶尔才能看看你们的私信 以后有什么事 就直接找我问 直接说 不要问在不在哦 你问我问题 我看到了就会回复你哦 或者你有什么反倒想和我说 也可以啊 就比方说这位甜粉说的 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你倒是说是啊 不说我怎么帮你 有没有考虑过露脸呢 帅哥小王子 其实我也不想露了 但是他叫我帅哥耶 来露脸 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 摇摇头 把烦恼摇出来 看到了吧 记得三连哦 小王子 我感觉我要得自闭症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 我来给你点个回关 不要不开心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所以我们得开开心心的 过好每一天 等待 这是什么东西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什么呀 根本看不懂 怎么还有小王子 给我发自信啊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我一句都看不懂 有小伙伴们认识的吗 有小伙伴们